捷克总统今天也讲话了 讲了 乌克兰只有一次反攻的机会 一定要在今年冬天 来临之前把握住 要不然你反攻如果失败 很难获得下一次反攻的钱 就没有钱可以拿了 所以要在今年的冬季来临之前 乌克兰就要反攻成功 可是你反攻要钱 要武器 要弹药 要人 那个哪里来 你看他是讲说 因为美国要选了 要选举了 中美关系又紧张 美国关系的焦点 可能转移到内部跟外交 欧洲国家可能根本失去耐心 对这个战争已经没兴趣了 哪里还会再支援乌克兰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综合研判 我估计岸田文雄 一定是受美国人的要求 或是美国人的指示 他立刻就飞到乌克兰给签 然后也有可能会给武器弹药 那当然要看回去以后 日本可能要立刻修法 或是立刻用特别行政条例 因为日本武器弹药不能够随便外送的 是 好 所以呢 那介大使 美国如果真的就是 只是逼着日本说你赶快给钱的话 那他能做什么 他现在就是全力的说 我要对抗中国大陆 可是问题布林肯 现在是眼看着 中国你会写美国民主报告 那我现在也来给大家看一个 中国的人权报告 又来了 2022年度的人权报告针对中国列25大罪状 然后布林肯还要强调 说人权方面美国可是有自己的挑战 可是美国愿意公开面对 而不是掩盖 或甚至假装他们不存在 动不动就还是拿人权来说事 大使 不过美国是每年都写了 已经写了几十年了 而且他是全世界都写 不只只做中国 全世界都做 那么台湾也有人权报告 没有一个国家人权是完美的 这是美国人的立场 不过我还是要写 那么就是 所以中国大陆也每年也写一个美国人权报告 对中国大陆可以上网看 每年也有写美国人权报告 那投桃报李 那不过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的人权 这种主张 长久以来第一个编辑效用递减 第二个他是用来干涉别的国家 内政的一个工具 然后再罗资罪名 为他的这种不正义之事 修理别人 单边制裁 这个所谓的这个 各种长臂管辖 找到一个 导到一个什么道德的基础 不过美国的问题就变成说 他现在自己国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美国的人权问题 所以其实各个国家过去 大概没有那个资源 也没有那个必要 或者也被美国人蒙了 因为美国人权很好 其实人权最严重是美国 我以美国的黑人 他们常常讲说 美国的种族歧视 是世界发展的最精密 最复杂的一种种族歧视 他叫什么种族歧视呢 他叫什么 他叫制度性的歧视 他把他所有这种 对人种不公平的代表 都放在他制度里面 所以这个你要真的要了解 美国人权 还有美国人权历史 真的要有专人去研究 那么抓到美国线人权 第一个 种族之间的不平等 第二个呢 还有就是美国的原住民 事实上他这个被种族灭绝 先灭其文化就灭其民族 还在继续灭绝人家的文化 那怎么都没有国家 替这些美国原住民讲一些话呢 而且美国的基本上的 所谓的这个原住民法 Indian Law 他基本上他跟所有的原住民 当初签的都是条约 所以美国事实上在侵犯 他境内的很多独立的印第安国 那他当时给人家都是条约 都是承认人家是一个国家 那现在他在鉴态 侵略其他国家的主权 每天都在侵犯 所以其实美国最需要被检视 他自己国内的人权状况 那还有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基本上 他们对于这个 尤其非法移民 这种违反 真正违反国际人权做法 比如说 这个移民的家庭 如果被进入美国 非法移民不会 儿童要跟他的父母亲离开 分离 而且呢 搞了一大堆儿童集中营 这个真的是化天下之大 这个全世界都不知道 可是没有人替这些人 伸张正义 所以真的 我们不要管美国人 怎么讲别的国家 美国现在进行 产无人道的这种 强害人权的事 每天都发生 而且叫什么 它叫massive 国际应该massive 大量大规模的 patent 它是一种形态的 一种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这是国际法 违反人权 违反人权的 美国事实上 每天都在出这种事情 但是美国永远就是 写报告去骂别的国家 因为别的国家不用功 不研究美国人权 今天我还看到 还对印度也是指指点点 全世界他都管 对 全世界都管 可是现在你看 在科技的部分 在更多的领域上面 美国就拉着其他的国家说 你要跟我合作 但是要怎么个合作法呢 韩兵 我们看到了美国现在 不仅是说跟日本 还有跟韩国也合作 现在你看 说美国跟韩国航天卫星导航 说要合作 开这个会是在3月20到21号 怎么也刚好就这两天 共同讨论韩式卫星定位系统 这个韩国的卫星定位系统 叫做KPS 我还想 我还没有听过这个KPS 还想说是KBS我听过 在发展中 在发展中 和美国的全球导航系统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 就是GPS 说要对接合作 这是冲着什么 冲着中俄在谈卫星的合作吗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这一次 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晤 要谈很多方面的合作 其中就有一个项目是 中俄的官员 这个会谈的时候 包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由外长银行行长 国防部长航天局长 这个里面有一个重点是说 两国要成立一个分委会 发展两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兼容互补 所以要跟俄国的格洛纳斯合作了吗 北斗我们很熟悉 那现在是要搞什么 中俄版的星链计划吗 寒冰怎么看呢 其实中国本来是想要独立发展 不管是北斗也好 或是中国其实也有 它的低轨道卫星的星链计划 其实它都已经在部署在实施 那现在其实在我看来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与其说是双方对等的合作 不如说是俄罗斯这边 会比较需要中国大陆 因为俄罗斯的Gronas 一直没有办法建构起来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资金 它的资金严重不足 所以它的建构速度太慢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那现在因为中俄已经形成 一种被靠背的态势 所以普丁当然顺势 就希望跟中国大陆合作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 非常紧密的盟友的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也乐观其成 所以就直接双方开始 让彼此能够对接 那相容性能够更好 那以后彼此可以共用一个系统 那对中俄来讲 当然都是有好处 可是美国跟韩国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韩国为什么要发展KPS 他本来就可以用GPS 他为什么要发展KPS 因为韩国想要获得自己的技术 他想要慢慢在航天这一块 也有自己一个角色地位 可是现在美国看见了这个东西 所以美国说我要跟你合作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韩国以后不用发展 签制韩国吗 这就跟日本过去 一直想要发展自己的 不管是飞弹也好 或者是它的飞机也好 航空航空事业也好 日本一直在发展自己的东西 然后美国看到日本发展 差不多就说来我跟你合作 然后就规定你要用我哪一些技术 什么东西 然后到最后 日本永远就是个半吊子 因为一些关键技术 就掌握在美国手上 那韩国如果这个去跟他合作的话 抱歉未来也会是同样的东西 就变成有一些关键技术 就被美国人掌握在手上 以后韩国的整个航天事业 就牢牢的被美国人掌握在手中了 所以这未必对韩国是好事 所以跟美国合作是这样的结果 是完全被掐住喉咙 这就好像澳洲跟美国 不是现在也说英国澳洲 美国要合作作潜艇 到最后关键技术 难道会到澳洲手上吗 你相信这件事绝对不会 到最后澳洲未来的 所有的军武发展 就是被美国人载制而已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